很多补习班证实早就听到这件事情了 那么其中刘毅表示高国华是在消费陈子玄 面对高国华还有陈子玄这对高知名度的组合 由补习班已经确定要重新改变招生策略 打出了正妹部队来招生 还祭出了山寨版林志玲的漂亮老师 其中补习班业者语重欣赏的表示 补习班最需要的其实是靠口碑和人气 但是还是祝福他们俩 走进南洋街补习班招牌高歌挂 漂亮妹妹拼命发传单 连柜台也找来火辣正妹吸睛 补习班竞争激烈 现在还传出高国华和陈子玄要合开补习班 消息一出业者早有准备 正妹椅子排开模样像空姐 这就是补习班强打的正妹招生部队 成军之后加上漂亮柜台妹妹加持 招生人数一个月下来 业绩成长七成以上 还有她上课表情之影缘 超丰富补习班强打超级名师 妮萨吸人气 补习班学生则是一个一个来靠拢 陈子玄付出是否成为 国豪火花补习班的万灵单 留意自由一套解读 上课有配套做措施 比如说我们的补习班 我们的奖艺的印刷 我们奖艺的印刷 还有我们奖艺的印刷 我们都是团队的研发单位 台面上是这样说 台面下小动作还是不断 恶心竞争下 无辜学生也被卷入 票选最不喜欢的老师 就是高国华 理由是看起来很色 垃圾事件传出之后 现在高国华招生率下降两成 但是他否认和事件爆发前相比 国一学生250人 招生率提升一成 和主打高中学生的刘毅动辄上千人相比 相差甚远 陈子玄付出教英文 补教业者各个魔学叉掌严正以待 中天新闻正人宗潘兆文台北报导